吃晚饭的时候,安兰听到姜文说,明天米青要过来,我们请她吃顿饭吧。 米青是谁?安兰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,但当她抬头看到姜文竭力装作随意的神情时,脑子里瞬间就蹦出了两个字。 女神?安兰记起来了。米青是姜文的大学同学。 结婚时,她见过米青一次,当时她和姜文给客人敬酒,敬到她的同学那桌。 姜文曾经的室友黄浩,借一点酒意,大大咧咧拍着姜文的肩膀笑道。 姜文?米青可是你的女神啊?男人间?此类玩笑无伤大雅,只是场合不太对。 但安兰装作没听见,那可是她大喜的日子,哪会为了两句玩笑,坏了气氛呢? 那也显得她太没涵养,太小借。 但当时,米青还是给安兰留下了深刻印象。 她很漂亮,那日完全没有化妆,可素颜中都透着一个美丽女子的风情。 米青倒也落落大方。 她喊姜文阿文,像是大学时习惯的称呼,并得体地赞美了安兰的婚纱和妆容。 随后度蜜月时,安兰听姜文简单提了两句,说米青是南京人,毕业后就回去了。 半年前结了婚,嫁给一个富商。 当时,姜文说,美女嫁富商,天经地义。 安兰听得出来,这口气里有些小嫉妒。 可安兰只说了句旧话,婚姻如鞋子,她自己穿着舒服就好。 姜文便随即把米青的话题岔开了。 也是那一岔开。 安兰知道了,姜文的确是对米青有过什么想法的。 但那又如何? 安兰同自己说,哪个男生在大学里没有追逐或暗恋过一两个女神呢? 记得当年,在女生齐缺的工学院,安兰也被男生喊过两年女神。 她才不会计较彼此的过往。 之后,米青这个名字就淡出了安兰和姜文的婚姻生活。 一晃,竟也两年了。 在记起米青后,安兰顺着姜文的话说, 好啊,应该的。 喊着黄浩他们,人多了,热闹。 姜文偷偷松一口气,点头道, 好,不知是不是错觉。 安兰觉得,一向沾着枕头就睡着的姜文。 那晚辗转了好久。 第二天早饭后,姜文不动声色地换了一套衣服。 不是她常穿的衬衫和西裤, 而是一件浅色条纹T恤和一条卡其色棉布长裤。 坦白说, 比起西装,衬衫这类过于正统的服饰。 这种风格更适合姜文, 让她多了一股子恰到好处的随意。 自然和帅气, 安兰赞道, 好看, 姜文却装糊涂。 啥? 啥好看? 安兰笑而不语。 有些事, 男人是真的无城府, 一坐就过头, 一装就露线, 但是也无必要拆穿。 她不过是想在女神面前让自己看上去更帅气些。 可以理解, 只是, 安兰心里还是微微酸了一下。 她是在乎的吧? 只是不知这在乎。 是因为爱过, 还是因为没有得到? 安兰亦不露声色, 主动提议定在家附近的那家粤菜馆。 结婚纪念时, 安兰和姜文光雇过。 无论环境和菜式都非常好。 当然, 价格也好。 显然, 安兰和姜文想到了一处。 姜文不提, 许是怕安兰在意花销问题。 所以, 安兰主动提了。 姜文立刻面露喜色, 甚至忽然做了一个轻逆的举动, 捏了捏安兰的面颊。 安兰做事打她的手背, 这一来一往的轻逆倒是自然惬意的。 安兰的心略感舒适。 无论如何, 握在手里的才是最好的。 就如现在她和姜文的婚姻。 那一日, 安兰接了姜文两个电话, 一是询问她的午餐内容, 另一个是告诉安兰。 下班后, 她去火车站接米青, 黄浩会过来接安兰下班。 安兰笑说, 好, 她既然主意已定, 她也只有说好。 在酒店订好的房间等了半个小时左右, 姜文接了米青到达, 黄浩即刻迎上去将米青围住笑闹起来。 安兰打量米青, 凭着女子的敏感, 她觉得比起两年前米青憔悴了一些。 虽然此次, 米青刻意化了淡妆, 但是那似憔悴, 还是从米青的眼神里弥漫开来。 片刻, 安兰才得以和米青打招呼。 米青主动伸出手来和安兰向握, 笑说, 阿文有福建, 看这两年她气色多好。 一旁, 姜文只呵呵笑。 安兰借着这个话题也聊了几句姜文, 说她平日在家中, 既懒惰又贪吃且贪玩。 貌似责备, 其实只是一个妻子的娇称, 米青当然懂, 附和着说了几句, 然后, 发出一声悠悠叹息, 安兰威正。 她在米青这轻轻一叹和她眼神的憔悴中看出端倪, 如果直觉没有出错。 那么, 一定是米青的感情出了问题, 但安兰依旧不动声色, 附和着因米青热闹起来的气氛, 招呼服务生上菜, 开酒, 老同学一起, 话题并不新鲜, 无非是曾经的旧时光, 然后说着说着, 男士们便开始推杯换战, 三五个回合下来, 都冲着米青去了, 除了姜文, 米青起初还矜持, 后来不知怎么, 便来者不惧地喝了起来, 某个空单, 安兰偷偷偷看了姜文一眼, 姜文的目光正在米青身上, 分明是担忧和联系, 安兰便站了起来, 开始替米青解围, 此时米青已经喝得差不多了, 看到安兰站过来, 忽然握住安兰的手续叨起来, 安兰, 还是你命好, 你和姜文, 你们多么好, 安兰笑了笑, 扶住米青, 低声劝道, 别喝了米青, 喝点水可好, 然后抬头喝令, 依然想劝米青酒的皇后, 坐回去, 不许再跟米青喝了, 姜文是他们几个同学中, 结婚最早的男生, 偶尔皇后他们, 会来江家蹭饭, 安兰都热情接待, 所以此刻安兰一板脸, 倒是很起作用, 皇后挠挠头, 老老实实坐回了自己位子, 其他人也停止了蠢蠢欲动, 姜文看了安兰一眼, 眼神脸, 有感激, 安兰不喜欢姜文这种眼神, 他们是夫妻, 他不该为了外人感激他, 但这不是计较的时候, 米青已经彻底醉了, 整个人扶到了桌子上, 安兰便提议散场, 并且主动提出将米青带回家中, 不能将这个样子的他送回酒店, 姜文没有吭声, 他自然是乐意的, 于是, 半拥半抱地, 安兰把高出自己半头的米青带回了家中, 安置在了沙发上, 安兰用冷毛巾轻轻擦拭米青的脸, 又照顾他喝了一大杯白开水, 但是, 米青还是忍不住要吐, 安兰手忙脚乱冲进洗手间拿了盆子回来的时候, 米青已经吐了满地, 就是那一刻, 米青捕捉到了姜文眼神里的一丝意外和淡淡的厌烦, 安兰来不及愣着, 赶紧将吐过的米青放倒在沙发上, 然后处理他的呕吐物, 就在安兰擦地板的时候, 听到在一旁帮忙的姜文嘀咕, 没想到米青也这样, 安兰抬头看他一眼, 反问, 哪样? 姜文答, 借酒交仇呗, 不会喝硬喝, 不就是夫妻闹点矛盾? 至于吗? 果然是米青的感情出了问题, 想来在车上, 米青已经对姜文说过了, 安兰勿自一笑, 心里不舒服, 总得找个出口不是? 他替米青辩解, 其实只是想告诉姜文, 女神处理问题的方式, 和任何一个没出息的女子都一样, 俗气又浅薄, 而姜文, 也正是因为知道了这一点, 才会有了那样的眼神, 他还以为女神真是神呢, 伤心的时候也保持高雅和与众不同, 安兰笑了笑, 那晚, 安兰一直陪着米青, 最后, 姜文先撑不下去了, 看了蜷缩在沙发上的米青一眼, 叹口气, 回了卧室, 米青蜷缩的样子不太好看, 宿醉后的面容也有些凌乱, 再无女神的完美形象, 所以, 当女神变为凡人, 男人的耐心也就有限了, 安兰听到自己也叹了口气, 凡俗生活里, 哪还有什么女神呢, 都是女人罢了, 那晚, 细心的安兰坚持在沙发边坐到凌晨一点, 直到米青又一次醒来, 喝了水, 又送她去客房后, 自己才回了卧房去睡, 姜文睡得很沉, 想来睡前也辗转了一会儿吧, 为了对女神的小失望, 呵呵, 只是这男人尚且不知道, 她的失望还在后面, 第二日, 安兰做好早饭后, 喊起了米青和姜文, 米青依然憔悴, 感慨着安兰的贤淑, 结婚后就没吃过这么妥贴的早餐, 保姆做得不可口, 有时我们干脆出去吃, 说完, 又叹口气, 真羡慕你们, 平淡却幸福, 安兰只笑不语, 姜文却不干了, 米青, 你是说, 我们过得穷, 又自得其乐吧, 这男人真是小气, 安兰瞪她一眼, 姜文却浑然不觉, 继续半开玩笑道, 您老人家, 是站着说话不要疼, 哪知道我们的不义, 米青听出姜文的调侃, 悠悠看她一眼, 有什么好呢, 无非是钱多点, 可是每天都见不到她的人影, 还有别的女人帮着我一起花, 有什么意思, 男人啊, 如安兰所想, 米青开始抱怨起来, 边吃边续到男人的花心, 不可靠, 下半身动物, 口吻, 和安兰平日里所见的婚姻里的小怨妇, 别无两样, 唯一的不同, 米青是个好看的怨妇, 但是好看也无济于事, 男人许事看怨妇都是一样的, 当米青说到连过情缘节, 她都会给我和别的女人买一模一样的礼物时, 没错, 姜文站了起来, 扔下一句公私还有事, 我先走了, 你们慢慢吃, 人就逃得不见了踪影, 于是, 安兰顺着米青的话说, 看, 男人就这样, 半点耐心都没有, 米青却还不明白姜文的逃顿所谓何音, 抓住安兰这个好脾气的听众, 大肃特速苦水, 两天后, 米青走的时候, 姜文没有去送她, 只是摇头探道, 女人啊, 安兰偷笑一下, 她知道, 她已经把姜文心里的女神扳倒了, 从此后, 恐怕她心里, 再也不会有女神了, 也好, 大家觉得, 今天的故事怎么样, 喜欢或者不喜欢, 都请留下你们的跟帖, 也可以看看, 有没有触动到你们的地方呢, 要是有意见或者投稿,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的, 小编会认真看的, 祝你们天天开心, 本内容纯属虚构, 如有雷同, 纯属巧合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